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早期 劳斯莱斯是英国国王的指定车型 但是在如今现代跑射盛行的时代 英国国王的指定车型为宾利 小编我认为 觉得劳斯莱斯丑的原因是因为现在的汽车外形设计 由以前方正的设计变成了现代流行的元素 平滑流畅 然而 劳斯莱斯的外观设计仍然是方正古典的设计理念 这个不符合现代人们的大众审美 随着时代经典 人们的眼光当然也不一样 劳斯莱斯保留原来的设计观点 从另一个角度去看 这个也是他的独特之处 我有个很好奇的问题是 既然都认为劳斯莱斯丑 那么设计者为什么还保持这样的设计呢 我是这样理解的 劳斯莱斯是为了英国贵族设计 当然要显示自己的独一无二 丑的原因是来自英国人的审美不符合中国人的眼光 劳斯莱斯和宾利很好的把现代科技美与以前古老的味道结合在一起 正是这种结合才会产生两种极端的看法 一些支持劳斯莱斯不丑的观点这样说的 你们看不起劳斯莱斯还不是因为自己买不起 正所谓是吃不到葡萄说不到酸 在我看来关于劳斯莱斯的外形 所谓人者见人智者见智 我就觉得劳斯莱斯挺好看的 劳斯莱斯都是纯手工打造 外形也独具魅力 可能是我本身比较喜欢复古一些 具有文化传承的东西 这个没有绝对的答案 毕竟每个人的审美也不一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